最早从编辑部的故事植入广告引入市场介入 到北京人在纽约银行贷款境外拍摄 郑小龙无疑是中国电视剧商业制作的最早一批探路者 伴随着创新与争议 他一路见证着中国电视业的发展 其实我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郑导 就是走过这30年的道路 你看你回头看看 当年跟你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的人 现在大多数人可能都已经退休了 在这一行里能够一直做 而且一直能够有不断地有这个立作 能够奉献给观众的 其实就更少而又少了 你如果回顾自己的30年 你有些什么样的感慨 跟中国的电视剧走过的这30年 我还是挺高兴的 我从事了这个行业 其实它对我来说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弄不同的题材 你看我拍片子 我很少拍重复的题材 你在去弄不同的题材的时候 你就会感受一种新的不同的生活 就把自己放在那里头去感受生活 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你活得比别人多 经婚从头到哪里 你经历一遍 经历一遍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经婚完了以后 剪完了以后 我把最后结尾 我把他们这50年的事 用一个三分钟的一小段 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刷过去 我当时就自己坐在那 眼睛看着天 半天缓拨时了 为什么 人生就这样 刷就过去了 太那个什么了 而且当时经婚完了以后 还有些年轻人 特别有意思 90后的 他说 我们把我们未来的生活看了一遍 就是我们未来结婚 也会到那时候 到40多岁 我也会来更年期了 到那时候我要生孩子 他看了一遍 他说 这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 就说 你每做一个片子 你总是体验了一种生活